卖手机的啊 都说自己卖的是原装机 没拆没修过的 那么请问啊 这些有用的机器 这都卖给谁了 来 摄像师 看下来 这咱们刚刚测完机器啊 看下这个来 左侧触摸不动 老化震动挂了 无法激活 面容坏 我看这些都是什么问题 来 这个是左侧触不动 视频了 怎么没有反应 就是屏幕这边的话触摸有问题了 这种话咱们该怎么去 这种话就只能是压QP 就是修复它这个触摸排线 压QP 目前的话费用在100 100左右吧 看下这个来 屏幕老化 看到没有 这个线 老化了 OIU的一个通病 老化双屏了 以这种的话是无法修复了 只能够换屏 看这个来 震动坏了 搞震动就可以了 这种话没这么大问题 这个来 无法激活 这种一般都是NFC的芯片坏了 需要修复一下 这个话是需要修竹板的 这种问题无法激活的 看这个来 面容坏 就是面容挂了 这个话也需要修面容 修面容的话 现在的话应该是 50那个费用吧 也不是什么大问题 但是这些啊 都是需要拆机动版的 看这两个来 这个动版要修面容 这个的话接换进度就可以了 这个话也是要修把这个是NFC挂了 这个要修屏幕 这个是屏幕老化了 那么这些货啊 咱们该怎么处理的这些问题 首先啊 这些货咱们是跟档口 打包回来的 结果整批货打包是不能挑的 这些有用的的话 咱们也要自己想办法处理 像这种的话 咱们的话是该整备也要整备 不然的话 你像这种机器怎么办是不是 都不卖了吗 可能是要整理完之后继续卖的 但是啊 卖归卖 咱们都要跟客户讲清楚 是吧 比如这个是吧 无法激活的修过主板 这个是修过面容 这个屏幕有点老化了 这个是修过触摸屏了 这个是振动坏了 坏过振动了 对吧 然后都要跟客户讲明白 告知他 这种话咱们可以适当的便宜给当个特效力的处理料 就OK了 比如的话 你看这一台呢 屏幕老化了 是吧 使用啊 根本就没什么影响 触摸什么都OK 就这个有小印记 看到没有 这是XS256G 正常机啊 没有的话 咱们是卖 1500的一个价格 纯元亮机 不都起 没拆过的 像这种的话 评不着话 咱们就 直接搞个特价 1099 这一线 贴分来秒 这些话是什么 兄弟们 这些是iPhone XS256G的外版无锁 这里面的话有 小花机 有亮机机都有 这种小花机的话 比亮机便宜150 这些话全都是原装机 你们信不信 虽然说 这个机器比较老的的话 咱们是坚持只做原装机 咱们是这种老机型的一样 这种都是全原不漏气 可以防水的 来 咱们的试试 说明再来